寝室中 昏暗的烛光映衬下 格外温馨 路易略带笑意地望着惊吓 忽然冒出一句 如果我说臣妇儿说的话是真的 你会怎么做 惊吓身子鸣鞋一僵 很是吃力地抬头跟路易对视 许久之后 无可奈何地说道 如果大人想那些的话 自行拿主一便可 惊吓不会过问的 惊吓 你吃醋了 路易俊秀的脸上满是得意 心道 原来被夫人在意的感觉如此美妙 我哪有 惊吓鼓了鼓塞帮子 气呼呼地说道 大人莫忘记 臣妇儿还用事暗算我呢 如此心术不正之人 大人难道也要纳他入门不成 路易察觉惊吓是真生气了 暗自懊悔 不应该在此时跟他开玩笑 他走到床头 轻轻坐下 柔声道 惊吓 你我是夫妻 为何别人一句话 你就相信 我路易在你眼里 当真是好色之徒 那倒不是 惊吓的愤怒瞬间减弱不少 既然如此 那你还问 路易最受不得惊吓不相信他 他把一颗心甚至性命都给了惊吓 小丫头竟然怀疑自己对他的感情 我知道错了 大人 我以后不问便是 惊吓边说边轻轻放下怀中路顺 小路顺躺到床上 哼了一声 又沉沉睡去 惊吓揉捏着麻木的双腿 正次问道 大人 你莫要瞒我 那个 那个城市母女应该是受人指使的 查到是何人所为了吗 没有 路易摇摇头 目光中带着杀意 此人把手伸到我路府 意在挑衅 惊吓 咱们近期无太平日子可过了 自从严实翻被斩之后 咱们路府没有愁加压 惊吓目光落在路易紧皱的眉头上 赶忙劝说道 并来降挡水来吐眼 没什么好怕的 一瞬间 路易恍若回到过去 他跟惊吓一起破案的日子 可眼角于光瞥到熟睡的儿子 路易心头一紧 心道 低在暗 我在明 惊吓身体恢复还要好些日子 顺而那么小 我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才是 这只躲在暗处的黑手 对我甚是了解 他到底是谁 对付我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沉思中的路易感觉到惊吓抓住他的手 之后温柔一笑 说道 大人 无论何重凶险 惊吓都会与你共同面对 我与大人生死与共 说完惊吓靠上路易肩膀 眼神中满满的坚定 路易抿了抿嘴 压下心底的不安 只享受片刻的温馨 他手臂一伸 把惊吓搂在怀中 低头一看 小丫头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 宛若带舞的蝴蝶 蝉子之后的惊吓 身形并无变化 只是整个人风韵了不少 路易秀着熟悉的气息 将一切烦恼抛住脑后 慢慢低头 把 把 陆顺的哭声闯进来 惊吓迅速回头抱起儿子 口中念道 顺儿 不哭 乖 杨抱抱 不哭 路易站起身 常态一口气 哭笑不得 在路易的催促中 惊吓回神 笑盈盈地问道 大人 你可知晓那二狗子的底细吗 路易一正 轻摇头 惊吓坐之身子 正次道 新年我做捕快时 知晓那二狗子叫李正 那时他家道兴旺 父亲开标局 想来李正应当是会歇功夫的 后来 李家不知押韵什么物件 得罪了严党 李正父亲和家眷都被发配充军 十三四岁的李正 好巧就在他家出事前几天疯了 我娘亲听街头百姓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说到此处 惊吓心底生起一股动容 他幼年的遭遇跟李正很是相似啊 路易一眼看穿了惊吓的心思 不想他回忆过往伤心的事情 开口说道 既是如此 我便帮李正一把 让他娶了福尔 你看如何 这个 惊喜的惊吓有些不赞同 他明白路易这么做 是想给陈佛尔点颜色看看 可那毕竟是一个姑娘的终身大事 思虑再三 他说道 大人 以我之见 你可先命人把李正叫来府中 给他沐浴换身衣服 之后带他去见陈姑娘 看看二人是否愿意 好 说完路易又看了会熟睡的儿子 之后离开房间 一日 陆府的密室门开了 路易走进来 他身后紧跟着一个瘦弱的年轻男子 被捆住手脚的陈佛尔坐在昏暗的角落中 抬头一看 双眸瞬间争的宛若同龄 尖叫道 二狗子 二狗子 我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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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妇儿身边的臣妇人 只是正正地望着陆毅 一言不发 这时 二狗子李正切切地说道 大人 草民如今都是不果腹 身无分文 何来采离娶妻 望大人莫要拿草民说笑了 不碍事 陆毅的目光不经意落在李正身上 李静的事情 我来解决 你只需回答我 是否愿意娶这位陈姑娘为妻 李正神态甚是拒谨 她鼓足勇气 再次大量臣佛尔 只见她面容清秀 身心阴沉 虽不是绝美 在京城也算是个出挑的姑娘 可李正想到自己二狗子的绰号 心底的自卑 强迫她摇摇头 大人 还是算了吧 草民没这个福气 陆毅早就猜到 李正不会同意这门亲事 可恰恰是她不同意 这才让陆毅对她观目相看 明白是可用之人 李正 以后你就跟着陈福当差 可否愿意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扑通一声 李正双膝跪地 连连磕头 陆毅望着表妹仇恨的目光 不带分好感情地说道 福尔 终有一日 你会明白 我这么做 是为你好 如果参考 大人 你会明白 你会明白 这个辈子 我还 19 到时候 我会有有 我会不会有 那你会明白